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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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有份貢獻就貢獻 你貢獻就讚你你厲害了 沒有說誰櫃球誰的這些東西 櫃球我講的 就是這個什麼 什麼玉爾夫條款 這些東西就是美國自己最喜歡講的東西 就是美國最喜歡拿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那些就是說他弄了一個條款自我設限 就限制了自己跟中國研究 現在就是你自己綁自己的 這些拿東西來講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看國際上的報道 你拿到那個樣本你就自己去研究 你有東西公佈出來就你威了就是這麼多 沒有說誰拿到東西出來我就一定要很恨你 這些就寫給這些新聞 特意外交部的人寫出來 叫做給中國人自己追的 這些說得不好聽一點就好 嗯OK 但是你也要講講那個Wolf 那個Wolf的這個 說了已經沒什麼了道 其實他就說所以你限制那些 他說你美國是限制自己跟中國科研合作的那些東西 詳細的條款我都不理的 有些是中國自己最在意的這些東西而已 OK 好了 那我們去另外一個採樣啦 這個就是Bennyu 我們以前也有提過的 初一開始就開不了那個蓋 結果開了蓋之後就來後面的東西了 那裡面有些什麼的爆炸性的資料可以分享呢? 那這個給我講一小說話啦 如果到了中國真的在那個常俄6號帶回來的月球背面樣本那裡找到一些 就是有任何公佈呢 那大家都很有興趣的 那我想科學生知道到時如果他出了結果 一定會再提一提 那就是正如我們一直追蹤著日本那個龍公小行星的發現 以及這個美國派衛星去這個龍公小行星那裡的發現 我們都一直這樣去追蹤一樣的 因為你往往找這些東西呢 是很幫你找到那個太陽系的一個考古來的 其實是 那無論龍公還是Bennyu這兩個小行星 他都是跟地球上面的軌道很相似的 都是大約用一年時間圍繞著太陽一周 那所以我們在地球上面派東西上去拿樣本是相對比較近 那剛剛這個星期就是美國 他那個計劃就是拿Bennyu的樣本就是 其實由上去拿到拿到回來 接著又開不了那個蓋子 接著又要3D打印重新設計那些工具來 終於打開了那個蓋子 那現在終於就是陸陸續續把樣本分發給不同的研究機構 去拿樣本來去化驗 那我覺得也都引人入勝的就是說 有一些的發現是揭開了一些 我們新一些不解之迷 那其中我想台長你也有看到啦 那現在你畫面上也有展示出來 就是說它說surprising phosphate 一些這樣的輪酸炎這些東西 就在這個Bennyu小行星那些石頭的樣本那裡找到 那這些輪酸炎有什麼這麼厲害啊? 那首先如果你說說 孕育地球生命的世界 除了那幾樣有機的元素 必須的那個元素 碳、淡、氧 這幾樣東西 你要組成氨基酸 一定需要它了 碳水化是不是就簡單一點 就是碳、氧、氧、氧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形成整個生命世界呢 要有輪酸這種元素 因為它在中間那裡 就是作為一個幫忙這些這樣的有機物質 去組合形成的時候 有輪酸這種化合物的元素就非常重要 那現在我們就發覺在這個Bennyu小行星裡面 簡直都有這些協助生命去演化的一些重要的要素 這些參與在很多有機過程的輪酸炎是找得到的 這個此其一 那大家很可能就想像 哇!會不會這些能夠孕育生命的條件 原來周圍都有的 不僅是地球有的 地球以外的小行星都會有的 那如果這個小行星從哪裡來的呢? 如果你說在在外面的地方來 是不是在外面的地方都有呢? 那有很多想像的 而有一個最特別獨特的想像就是 他發覺這些這樣的輪酸炎 他那些由晶體結構那裡去研究 就覺得原來他曾經在很長時間浸在水裡面 即是他用了一個字就是Ocean 簡直是在一個海洋那裡下面浸著的 才能夠出到這一種這樣的晶體結構 那所以呢就說 這個小行星應該曾經在何時上面擁有非常豐富的水份 那些水是直接浸到濕透了整個東西這樣 那現在今時今日就乾燥燥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石頭在那裡 那由這裡其實揭示了很多的謎題了 首先其實就算這個小行星的來源自己本身 都沒有一個完全確定的解釋的 如果它是跟我們的地球同期的一個淵源去誕生的時候 為什麼上面會有這麼多水呢? 那其實金星、地球、火星都是有很多水的 可以有權有很多水 金星它留不住的原因就是太熱 熱到那些水都蒸了上去 蒸了上大氣那裡 然後到了火星的水流不住 就是它的萬有引力不夠 還有它自己的軌道 可能也都令到更加容易令到那些水份散失 是只有地球流到這麼多液態水在那裡 然後呢 現在似乎就是那些跟地球差不多軌道的那些小行星 現在看到Bernu這個小行星呢 那它就會是曾幾何時應該浸過很多水在那裡 所以其實現在在那裡我覺得很有意義的就是說 就是我會覺得無論你說常俄在月球背面拿到的土壤樣本 還有現在今時今日在那些龍宮的小行星 還有Bernu的小行星拿到的樣本呢 都是有很多這些很重要的考古價值在那裡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都很留意這些 它們的化驗結果的原因呢 它引出來的問題也很多的 其一就是這個Bernu或者我想任何的小行星呢 它是不是來自一些的 原本是一些行星是脫了出來 跟著飛了上太空 那我們可不可以推算到就是它來自一個有可洋的行星呢 這個其中一個假說 有人甚至乎講過會不會連金星、月亮都是這樣來的呢 它是從別的地方飛進來的 然後所以它的成份就會跟我們有差異了 甚至乎金星它整個軌道就是整個旋轉軸是調轉了的 那會不會是因為它其實在外面飛進來的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的假說 通常就是你講的在外面飛進來都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驗證禁之前的時間 於是乎就是在一個特定的參數條件之下 於是乎它被太陽的引力俘虜了 所以它就流下來 是有可能發生 但是你也都不是那麼容易去靜偽它 但是另外有一些的假說你就可以想了 也都是我會覺得這個機會稍微大一點的 就是會不會是在那個初始太陽是形成 太陽形成了不久 然後地球也是快要形成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狀態非常混亂 很多垃圾東西飛來飛去的 那些隕石都特別大舊的 或者是特別稀疏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這樣撞來撞去的事件是很多的 那有人也就是說 現在最可靠解釋月亮怎麼來的一個說法就是 也都是有一顆外面的隕石撞來原始地球 令到它有一塊的原始地球是飛到離開了地球 變成一些由地球引力牽引著環繞著地球轉的東西 而且帶起的時候比較傾向 帶走牽引了地球上面比較輕的元素上去 所以我們看到月亮上面的 都是一些似地球的元素 而且是似地球表面的元素 反而裡面比較核心的元素 帶走的沒有那麼多 然後那些Bandu龍宮的小行星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因為按照地球形成的時候 它凡是一個行星 它都是比較有能力將它軌道附近的其它比較大顆的東西 是清空了的 因為那個引力效應有些共振效應 令到它就會更加傾向會聚在那個行星本身那裡 但是為什麼靈靈的龍宮、Bandu那些又會在這個軌道那裡呢? 也有個假說就是說它也不是從太遠來而已 它可能原本也是從火星和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帶那裡 但是中間有些東西干擾了 令到它脫離了軌道 就跌了下來被地球的軌道俘虜了 這個就好像最近年去解釋龍宮、Benryu 都有人試過做這些電腦模擬去解說的 因為法國那裡的成份 就是它的成份也很像那個小行星帶 就是火星和木星中間的小行星帶上面的碎石 現在你會發覺從金星軌道一路向外延展到小行星帶上面 都有很多很固態的一顆二顆東西 而且當中有些東西 上面是曾幾何時擁有很多水份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 透過這個小行星去做這個太陽系考古 就不停地幫我們提出新證據、新問題 就令到我們在解釋太陽系形成的過程 包括地球自己本身的歷史上就有更加豐富的內容 它那個輪或者輪的殘餘是怎麼來的 這個多數就是由它自己生成的時候本身就有的了 首先這麼說 宇宙形成的時候最初是輕和害的 之後那些更加重的元素 只有一個途徑可以形成的就是透過那個核聚變 核聚變你一定要經過一個恒星點著核聚變反應形成 然後再經歷一個超新星爆炸 才有能力將它原本自己存下來比較重的元素 重新去彈射到太空空間裡面 所以我會說 無論你問的這些輪酸炎這些輪酸 或者是我們自己形成我們身體所有的骨落 以及我們現在用所有器具的材料 那些重一點的元素 我們的核能那些重的元素 基本上都是由超新星那裡來的 由它們彈射出來的那些元素 重新形成一個星雲再形成給我們 那麼問題就是一個更加有趣的東西就是 那麼在太空的空間裡面 元素的誕生我們剛才就解釋了 那麼不外乎都是核聚變反應 但是這些元素 它自己會一路去組合進行化學反應 結合成一些新的東西的 那麼在那些太空的星際空間裡 怎麼形成這些不是單獨的輪的元素 而是輪同其他東西的化合物 譬如同樣或者是可能有些氫那些東西加上去 或者跟其他重金屬 那是怎麼來的呢? 那另外還有更加奇怪的就是 當如果研究這個星際塵埃裡面的有機化合物 又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來的 原來有人就測到其實在那些超新星外圍 那些黑色的暗黑星雲 其實很多就好像你去燒烤那些碳那些 炭火那些很骯髒那些黑色的東西 那譬如裡面一些比較複合的 有六角形的那些碳的結構 即是那些叫本 Benzine 本這些結構 甚至乎去到好像二岳鷹那些 Dioxin 二岳鷹這些結構 其實在星際那裡自己能夠產生很多 即是你會發覺那個宇宙 它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化學材料的工廠 用在那裡去組合了很多不同的化學性質的一些東西 而有一些 最後是甚至乎我們發覺是生命形成的要素 即是你給它自己 出了一些氨基酸出來 有的 那接著有些碳氫化學物也都有的 那現在好像這些 輪的化學物也都有 也都一點不奇怪 它們散落了在這個星雲裡面 自己這樣彈來彈去 自己混在一起 產生化學反應 那接著就會砌了很多東西出來 那它後面也還有很多問題 不過它的時間關係呢 我最後想問你一樣的 就是因為我自己小時候 有一個很著名的英國天文學家Fat Hoy 它有講一個理論的 我記得那個子英文什麼 Pensmermia 就是說其實地球的生命怎麼來的呢 就是這些行星或者運氣 撞了下來 它有這樣的基本的元素 令到我們可以有生命 那現在看回來 這個講法有沒有的可能性 弱一些的了 其實因為隨著我們現在近三十年認識到 星際之間自己就算沒有生命 你說甚至乎 說到 賴到宗教的問題 就是你甚至沒有一個造物主都好 其實我們已經找到一個宇宙自己 都可以生成很多這些元素 OK 然後這些元素 它自己這樣經歷 這樣去在星雲裡形成了 那個星球聚集了出來 那本身你可以說 地球形成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比較複雜的 就是可以準備孕育生命的那些材料 已經可以用 那於是乎 你再加上有個海洋在這裡的時候 再加上有個大氣 再加上地球自己本身做 還有很活躍的地學活動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變成這樣 很容易將這些東西 砌砌砌砌砌砌砌 當然了 由這裡是否足以完全解釋到 生命是怎麼來的呢 都不是的 OK 所以這裡還留下一個可以 一些宗教人士 有可以參與解釋的空間在這裡 我會說互不排斥 會這樣說 那有一個 剛才我提到的更正 就是那個Move Amendment 不是Move Agreement 但是那個巨蛋內容 大家自己上去維基百科度看了 那這一節我們完成了 我們可以接著回下一節 再跟大家見面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就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這個女人 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 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那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 其實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所以我們有幾圖 對不起